上一期花友寄过来一个超大的箱子 寄来一个小叶子坛 也就是黑骨叉 还有一个桂花 咱们上一期把那个给讲了 没看到花友可以去看一下 再次给大家讲讲它这个桂花 这个也要杆了 咱们尝试性的去给它救活一下 然后给大家分享 它的这些养花哪里做的不足 这花友就是很忙 有点不闲 你们要自省一下 好了 咱们先开开 它这个桂花我给大家揪叶子看 我给大家揪叶子讲 你看 首先它这个叶间是发黑 发黑 然后之后是发黑 它只要发黑 它就是积水烂根 知道吧 就是说这位花友 想起来浇水 老是想起来就浇水 应该是这个样子 水命人 建议这位花友来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 哎呦 浇水浇不过来 这位花友也洗根换土了 洗根换土之后 还是水大 还是缺时间 这位花友 你洗根换土了不要紧 那你正常养护就可以了 这个土你还加了一些沙 不要用肥料 不要用肥料 洗根换土不要用肥 明白吗 就像你刚洗了胃 不要暴饮暴食 对吧 尽量的先不吃饭为好 要过几天再吃 植物也一样 你过几天 你的一天相当于它的一个月 你用的这个土没毛病 土没毛病 但是你这个用肥 就不理智了 这个话 我不知道你用了多少 我光看见一个粒 如果是一个粒的话 那就没什么事 然后之后就浇的水太大 我怀疑你用的盆还很闷呢 只是怀疑 也不敢确定 那就是话说 现在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是吧 先给它清洗干净 有话说 这回你怎么不剪 剪它干啥 不用剪 叶子都不要了 为什么不要叶子了 我看到它有很多这种芽点 你看到了吗 就这种小芽子 它有很多 所以说这个叶子可以不用要 你把这些个叶子弄掉之后呢 它还可以 有大量的生长空间 给它们腾出来 尽量的温柔一点点 别把芽子给弄坏 不好摘就剪了 这个叶子已经不好了 你还留着它干啥呢 对吧 下来找一个花盆 找一个花盆 咱们再度的给它种进去 这个刚刚好 不大也不小 再大一点才好呢 行吧 就这个吧 那就这个了 这个还比较合适一点 埋的时候不用太深 加土 用土的话 老花一的通用配方土 我还是用的 因为我这个土根还发根 通用来就行了 有的话有 老是研究 这行那行 其实没有必要 通用的就行 这是有花盆 买了一瓶生根液 加一包土的这个规格 就是很多的话 我不理解 就是我们现在也有活动 就土里面 基本上都会带一个生根液 买的时候拍那个规格 也不贵 这一包土是29块9 他们能买到便宜就行 通用活动 可以整 因为它这个根 害怕空 就是我们一定要给它 先量的给它种进去 之后咱们还是配药 一个是杀菌的 一个是生根的 这是用的生根剂 再用点杀菌的 我这回用的小黄二号 有条件的触保可以用厄梅铃 厄梅铃效果会更好一些 但是贵 厄梅铃一瓶20多 这个一瓶才9块9 搅拌均匀 浇上一边透水 这边水给它浇透 尽量的给光照 这个就尽量的给光照了 但是你别夏季高温的时候 强光曝晒就好 这个尽量的给光照 一定要通风好啊 华友 一定要给光照 就光照好的 C位要给它 都没地方放了 待会你找个地方 光照好一点地方放 这桂花 然后呢 它这个桂花就是水大 就是之前老是积水烂根 老是水大 老是水大 反正它这两个吧 都是水大 都是缺肥 都是缺光 都是通风也差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姨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语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姨 养花最转移 白了抽吧